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格斗探索家 相信许多朋友有遇过一种情况 就是毫不容易下定决心要运动了 付出了时间以及汗水 但站上帮胜时,你的心情却瞬间跌入谷底呢 身边遇过许多案例 刚开始来上课都有想要一个理想的身材 做了大量的训练 后来发现体重不止没有下降 还有往上涨的趋势 或许有很多人认为 报名了健身运动课程 就可以马上变成身材超好的人 但现实是很多人最后却因为失败放弃了这个念头 今天这集就是要来告诉各位 为什么很多人健身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瘦下来呢 影片开始前大家帮我点个赞 因为这部影片的内容就是要来说明 有运动却无法减肥的原因 我希望你还可以在播放列表找回这部影片 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本频道是专门分享格斗及健身相关资讯 如果不想错过这些资讯 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 再打开小铃铛 首先 无论你是否从事运动 只要你想减肥 最主要的是先去注意你的饮食 很多人往往瘦不下来 都是在饮食上有不健康的习惯 事实上我们今天如果要减重的话 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热量赤字 在讨论热量赤字之前呢 我们要先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基础代谢率 当我们谈论基础代谢率 其实就是指我们在休息状态下 所需要的最低能量 来维持基本生命功能 那包括了我们的呼吸 心跳 神经系统的运作 肾脏的过滤排泄 肝脏的解毒 甚至是肌肉的基本运动等等 BNR的素质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例如年龄增加或体重减轻 会使BNR下降 但增加肌肉质量则会增加BNR 此外 疾病 饮食 环境温度和压力水平 都可能改变我们的能量消耗 进而影响BNR 要测量BNR 需要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 被测试者必须保持清醒 且完全禁止 同时交感神经系统 需要处于非激活状态 另一种较宽松的测量方式是 测量禁止代谢率 这个数据主要用于 描述辩温动物的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气体分析 或者是一个包括年龄 性别 身高 和体重 等因素的公式 来估散BNR BNR的单位通常是千交平方米小时 表示每小时平方米的体表面积 所散发的热量 简单的来说 就是你整天躺在床上不动 维持你身体运作消耗的最低能量 基础代谢也会随着年龄 跟体重变化而改变 只是一般的基础代谢计算 会忽略每个人身上的肌肉量 与体脂的比例 不过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准确性 再来是每日总消耗热量 TDEE指的是身体整天包括基础代谢 活动 饮食 所消耗的热量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形态都不同 所以你的活动量会影响你的TDEE 当你每天摄取的热量跟TDEE一样时 会产生所谓的热量平衡 以至于你的体重不会有变化 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基础代谢 再以你的BNR根据你的活动量去计算出你的TDEE 由于网路有非常多网站 可以帮你计算出你的BNR以及TDEE 这里就不再多加说明 当你计算出TDEE的时候 就可以从前面提到的热量赤字 以及热量盈余来锁定你的目标 热量赤字就是在你当天摄入的热量低于TDEE 而热量盈余就是当天摄入的热量高于TDEE 这两种情况分别会让你的体重下降 跟体重上升 所以当你今天要减重减脂的时候 就需要热量赤字 反之就是要热量盈余 不过今天的内容在于减肥 所以就针对这块做说明 当你开始做运动的时候 势必你的TDEE就会增加 确实跟在运动前的饮食习惯相同的话 你会明显感到你的体重下降 特别是以心肺相关运动为主的训练 大多数人在刚开始减肥的时候 通常会选择有氧跑步来做减脂 这边需要注意的是 有氧一开始的确对于减重有明显的效果 不过当你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卡住 有几个原因 首先当你体重下降时 你的TDEE就会改变 这时可能需要重新计算你的TDEE 再来执行热量摄取的计划 通常在执行减脂时 2-3个月可以重新计算你的TDEE 然后当你体脂率越低的时候 在减脂上的难度就会增加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很胖的人 他在一开始减肥的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接着是当你长时间做有氧的时候 身体也会逐渐开始适应这项运动 对于持续减脂的效果就会有明显的受限 这时你可能更需要注意你的训练强度 以及更严格的饮食计划 又或者说你的热量赤字已经在长时间的情况下执行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这时可以考虑先把摄取热量拉高 因为在长期热量赤字的情况下 身体可能认为你闹饥荒了 产生人家所说的节能模式 你的身体代谢能力会下降 有可能导致你的减脂效益变差 所以有些健身人士会有所谓的欺骗餐 把身体的代谢能力恢复到正常水准后 再继续减脂 这时有人会担心说 这样体重会不会回升呢 答案是会的 不过不用太担心 通常这时体重的上升大多数是水分的增加 所以有些人可能在执行8到12周的减脂后 就会停止或暂时停止减脂 让身体代谢恢复后继续减脂或开始增肌 再来是前面提到的 更高强度的运动跟更严格的饮食 在长期减脂的情况下 你的身体代谢率下降 如果本身就执行很高强度的运动 导致身体非常疲劳 这时反而建议降低强度 让身体压力下降 但如果本身只是做轻度运动 就建议增加运动的强度 这时你的体能也有一定的程度 可以考虑执行间歇训练 然后可以把你一周的训练天数增加 让身体处于一个高效耗的状态 饮食的部分 这个相信很多有减重减脂的人都听过 吃原型食物 也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食物 事实上很多加工食品 添加了许多香料以及配料 对身体健康及减脂上有负面的影响 以干净的原型食物为主要摄取 除了对减脂来说比较不会受影响外 同分量的原型食物热量也相对较低 比较不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 当你今天开始执行减肥减重计划的时候 如果本身身体状况 没有一些严重的代谢或疾病问题 可以考虑先从规律运动开始 把原本不好的饮食习惯 例如爱吃油炸物 重咸重甜的 把这些饮食分量减少 再逐步减量到戒掉 当然如果有其他教育严重的问题 例如本身的身体健康上 或一些特殊状况 建议咨询专业人士后 再讨论出适合你的方法 希望各位能够达成你理想的体态与健康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只要在本集中有一点点的资讯 帮助到你们 我就非常满足了 如果你们不想错过关于 格斗及健身相关知识与话题的话 呼吁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再把影片分享出去 再在真心的注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 文武双全 身心富足 我们下次见 拜拜